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 你会想怎么过呢 美国一位跨国企业的CEO 在53岁的盛年 突然被诊断出得了脑癌 医生宣布他的寿命只剩下三个月 突然之间 他的人生顺序变得非常清楚了 他立刻辞掉了原本 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好好地跟家人相处 并且享受他最喜欢的高尔夫球 还把他如何安排人生余生的故事 写成了追逐日光这本书 感动了全世界无数的读者 他鼓励大家要提前地思考死亡 你就会知道要如何去安排人生 说穿了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要等待 看看今天节目中主角脸上的笑容 是不是很让你羡慕呢 别迟疑 只要你下定决心 你也可以拥有这样快乐的人生 我是林依茹 多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话题 追隆就顶 急剧锁定 热情绝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最后也开始 报告 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